其实我觉得这个停看应 它可以用在任何地方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说 你在家庭你比较可以直接受情绪 如果你的父母还算没有到很严重 说要什么你要不怎样 他就跳楼没到那么严重 他只是情绪很差 你到不了就可以说 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对我讲话 我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先让他离开一下 可是如果是对主管 你很难 有时候你不容易直接这样说 我现在觉得你讲话很急车 所以我要离开一下 我比较建议是在那个当下 你可以就说一个生理上的借口 比如说当他脾气 就当然这个我们会有几种选择 一种是如果他脾气发得很大 他就是乱吼乱叫 然后呢你在那个当下 假设你有办法射界线 就是告诉自己说 那是他的情绪不是我的 他现在在挑剔我找我麻烦 可是那并不是我的错 那是因为他现在有他自己的情绪 他乱发到我身上 其实光这样你是这么想 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 你也不需要去承担 你就算在现场 你也会感觉好很多 这其实也是一种挺 那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那么强大 就是说你在现场 面对那么大的情绪 你就是会害怕 我的建议是那你就离开 那你的离开 就是找任何理由 就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很想去上厕所 我去一下洗手间 立刻离开 不用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走 你就可以像我刚刚说的 看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一定策略 回去讨论之类的 就直接讨论这件事情 如果是像家庭的部分 我会建议说你回去 还是可以说一下你自己的感受 可是你在上班的地方 你不容易这么说 因为自己的感觉 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宝物 有些人 职场的有些人 他知道了你的情绪 他会有几种反应 一种反应是你的情绪 我为什么要帮你负担 这是很多主管常常讲的 另外一种是 他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 他可能会加以利用 这是需要小心的 所以我比较偏向是 你回去就直接讨论事情 我觉得刚刚那件事情 我了解你很生气 同理他的情绪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怎么处理 比较好 我知道你的感觉是这样 那我自己原本的想法是怎样 那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怎么处理比较好 那有些主管很可爱 他跟你发完脾气之后 他会心虚 很多情绪勒索者是这样 他并不是真的不重视这个关系 他发完脾气之后 他会怕 他会怕你不开心 他就问你说 刚我这样 你离开你是生气了 很多人 很多被勒索者的习惯 就是会笑笑的说 没有啦 我建议在这个时候不要笑 也不要做回应 就直接跟他说 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件事情 我觉得就这样处理 就好 然后你就离开现场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会不会觉得 你在生气 他在猜 你应该是在生气 可你又没直接说 你也没给他难看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在他下次 要跟你这样发脾气的时候 他会记得你现在 给他不太舒服的感觉 因为他会问你 你有没有在生气 是因为他焦虑上来 他对这个关系是有焦虑的 可是你没有安抚他 你跟他说 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你如果笑笑的跟他说 没有啦 他的焦虑就被安抚 他下次就还是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种 停跟这种回应 是一个 职场还蛮重要的方式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